哈囉我是小胖哥喔 今天又要過來打卡一處網紅地 叫虎仔飯 現在剛到這邊還在找 因為他是沒有招牌了 然後我那個小夥伴開始去找了 還不知道什麼情況 跟著我去看一下 剛剛終於找到了 我們老闆找到了在上面 沒有招牌了很難找 走帶大家去看一下 吃一下這個虎仔飯 巷子裡面 哦 好難找啊 你這裡 我們開車開了幾十公里過來了 這個糯米是下去要先炒了是吧 炒糯米 然後加香菇加那個 加香菇加蓮子是吧 然後放在這個壺裡面 一壺一壺的 湯也是一壺的 哦這個飯也是一壺一壺的虎仔飯 哦這種一壺一壺的虎仔飯 他這個牛肉湯很正宗 虎仔飯是吧 這個是阿姨這個是 還有 前頭母 這個就是虎仔飯 也要加辣椒 有沒有花生 要加點花生嗎 這個是滾桃味 加點這個辣椒 然後這個前頭母牛肉湯 有 又是 在這裡 哦先喝口湯 哦 在乳仔湯了 乳仔湯了 在乳仔湯了 在乳仔湯了 重點是要試一下你們的那個虎仔飯 這是糯米做的吧 這有點像我們這邊的肉粽啊 我看看 香菇 肉 好吃 又不膩 老闆你說好吃啊 嗯 挺好吃的 就像我們自己煮的糯米會比較膩 他這個不會膩 看來你可以吃幾碗 三碗 可以嗎 可以 對 確實是 不會太冷 還不會太乾淨 但是肉粽 嗯 準備吃這個肉 這不會 這個一家只有幾平米大的小店 沒有招牌了 我找半天沒有招牌啊 開了幾十年了 哦 我我搜索了 沒有沒有找到招牌 然後桌邊有一大堆那個虎仔飯 我們找了好幾家都沒去 看了沒有公字街5號 哇 一碗一下子就快吃完了 這我估計可以吃兩碗 可以 有人吃八碗啊 哇 那麼厲害 嗯 吃了四碗湯 嗯 我們看熊哥講一碗 我們要開始進行第二碗 我們要開始進行第二碗 確實是好吃齁老闆 真材實料啊 真材實料 一家只有幾平米大的小店 很有特色的虎仔飯 特別古老的閩南古處 走了啊 今天這個虎仔飯就吃到這裡了 可以來了可以來試一下 就在這個半山上面